一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 手上拿著一袋饅頭 正在對防疫人員進行拍攝 一名工作人員趁他不為衣 在他身後搶走他的手機 另外兩名防疫人員就一起上 對這名男子拳打腳踢 饅頭就跌到一地都是 1月1日西安警方說 2021年12月31日 身穿白色上衣姓王的市民 與防疫人員發生爭執 被對方毆打 撕捕者已經被行政處罰 2022年元旦上傳的另一段影片顯示 西安一名男子 因為擔心媽媽沒東西吃 想去探他 結果被穿幹部打到整臉都是血 西安由2021年12月23日午夜開始封城 到1月2日已經進入第10日 大量民眾在網上爆料 在當地買菜 價錢飆升不僅僅 甚至還買不到菜 幾乎斷糧 電子被毒的 出品 電子 原理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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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